北京时间9月18日,之前中国女排一直有一个巨大的争议,那就是,究竟谁更合适当队长呢? 尤其是朱婷重新返回了宁波的训练基地,向蔡斌汇报了自己生病的情况之后。 很多人也是在想,如果朱婷回归,那么这个女排队长是不是应该给到朱婷呢? 不过现在看起来,中国女排的队长争议终于可以结束了。 在亚运会即将到来的特殊时刻,带队冲灌的仍然是袁新月,而且作为女排队长,27岁的袁新月最新接受采访时给出了非常精彩的表态,朱婷错过本次亚运会可能会是她最大的遗憾呀。 袁新月带领下,中国女排正在从低谷当中缓慢崛起,首先,她们现在的成绩是越来越好了,之前的试排联更是拿到了亚军,其实这个成就已经是中国队在试排联的最出色战绩了。 本次奥运赛不出意外,中国女排能够拿到奥运资格,那么回到亚运会,女排唯一的目标一定是冠军,其他的对手们也将会全主力出击。 但是袁新月作为女排队长给出了一个重大的表态,而听她的表态,朱婷可能会非常非常的遗憾和可惜,因为她错过了在家门口进行这届亚运会。 袁新月当时就表示自己作为女排新任队长,现在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,有了很大的变化。 以前在场上她只需要考虑自己打球,打得好不好就算了,但是自从在成为队长之后,她说她现在更加关心的是队友的情况,不能只顾着自己,她爽了打好了就行,还要把队友们的情绪调动起来。 不仅如此,袁新月还认为成为了中国女排队长之后,让她更加明确了责任感这个词是什么样的含义,这两点都是作为队长她所学到的东西。 而回到家门口的杭州亚运会的,袁新月更是给出精彩表态,非常高兴能够在家门口打球,她感觉到很激动,因为现场如果有一万个球迷,那得有九千人以上都是中国球迷,她说能在自己人面前打比赛就像在家里一样,这种感觉是无与伦比的。 或许很久也体会不到一次。 这话一出,朱婷可能会感觉到遗憾,有些后悔,这会是她以后弥补不了的一个缺憾了。 这次朱婷没有能够回来,就错过了给家门口的这些球迷们表演的机会。 如果中国女排真的夺冠,袁新月作为队长捧起了这个奖杯,朱婷会感觉到更大的可惜。 她和姚迪这次没有能够回归参赛,真的是太遗憾了,否则的话如果她回来了, 这队长之争可能还有点悬念,而现在这一点已经尘埃落定。